中南美洲都不太平靜 在巴西北部 十六號是發生暴雨 結果出現洪水土石流 目前已知是有超過九十人死亡 所以當地也進入到緊急狀態 動員了數百名的軍力來前往救援 被摧毀的房屋 遭衝走的汽車 從泥土中搬出的遺體 還有失去親人的痛 這場暴雨來得又快又急 一夜之間 這塊山坡地被洪水沖刷 社區遭土石流掩埋 至少數百人無家可歸 其中一個受創最嚴重的社區 估計有八十戶房屋被毀 當地已宣佈進入緊急狀態 估計死傷人數還會再向上攀升 州政府已動員一百八十名士兵進駐 稍晚還將派遣專業搜救隊 展開救援任務 巴西領約熱內魯北部的山城 貝德羅保利斯 十六號晚間遭暴雨侵襲 三小時內降雨量兩百五十八毫米 是以往一個月的總雨量 一位居民表示 土石流發生時 見到一位女孩想到教堂避難 但很快遭到活埋 有居民認為緊急救援太慢 才會傷亡慘重 目前正在俄羅斯訪問的總統波索納洛 在推特貼文表示 已經指示部會首長們 前往災區協助受災戶 貝德羅保利斯曾是巴西帝國 君王避暑的地方 後來成為旅遊勝地 也是國家首批規劃的城市 但人口暴增 許多人在森林濫發 並且濫墾山坡地 蓋了密密麻麻的房子 在沒有完善的水土保持計畫下 數十年來已發生多起類似的洪災 最慘重的一次是在二零一一年 當時造成九百多人罹難 公視新聞黃雲林編譯